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个发现的 但是我也想很久了 我想问一下官方 你们真的看不见吗 淘宝叫某宝 拼多多叫拼兮兮 直播间叫波波间 就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 也不能叫人民币和现金 只能叫做米 几万几十万 只能说多少W 错别字正代替着正确的文字 英文字母代替了汉字 对国人影响之大无可言表 这种现象是对中国的汉字 以及上下5000年文化的一种侵蚀 暑假已经来了 孩子们看手机的时间也会增长 试想如果以后小学生的作文里出现了 我妈妈在波波间那里 赚了五个W的米 那做老师做父母的 何以解释这种对错呢 孩子们又该如何区分 孰对孰错呢 都说少年强则国强 所以更可怕的是 十年二十年之后 这些错误的表达 会不会淹没传统文化呢 中国强大了 那么多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又该如何理解 这些错别字横行的现象呢 这是对中国文化文字的侵蚀和破坏 也将严重的影响和扭曲 我们下一代的认知 其实很多平台创作者 也是担心现流才这样写的 希望平台能够早日出台相关的规定 正确云导语言表达 还网络语言一片净土 还孩子们一片纯洁的语言环境 继续言